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是9月22号礼拜三 我们新眼光读间的进度 开始要进入到彼得后书 我们今天要读彼得后书第一章1到15节 我同样要用和合本的圣经 来带大家读这一段的经文 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 写信给那因我们的上帝 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 与我们同得一样保卫信心的人 愿恩惠平安 因你们认识上帝和我们主耶稣 多多的加给你们 上帝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 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上帝的信心有份 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 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 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 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你们若匆匆足足的有这几样 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 不至于显懒不结果子了 人若没有这几样 就是眼瞎只看见尽触的 忘记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 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 使你们所蒙的恩招和拣选坚定不移 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 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 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 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 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 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 提醒你们激发你们 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 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 并且我要尽心竭力 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 时常纪念这些事 彼得他写彼得后书的目的 其实他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兼顾信徒的信心 并且让他们的生命有大大的盼望 同时也要警告他们必须要提防假师父 那些假师父呢 他们强解圣经 他们混淆真理 他们引进异端 甚至他们否认耶稣基督 不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 并且他们的行为也很恶劣 他们充满了贪婪 充满了邪荡 充满了淫乱 其实我们知道越在末世 教会面对世俗化的影响就越大 这个世俗化就是道德的沦丧 道德操守的沦丧 我们知道我们人有三大诱惑 第一个诱惑就是金钱的诱惑 我们会贪恋钱财 第二个就是性方面的诱惑 会对婚姻不忠 会破坏婚姻 第三个诱惑就是权势的诱惑 对于权位的追求 同时迷失在权位当中 所以我们求主帮助 透过彼得的提醒跟教导 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能够活出荣耀的基督徒 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第一章一到十五节 到底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呢 彼得他最后他说 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已经年老了 甚至他说我已经活着的时间已经不长了 所以他尽心竭力的要来教导他们 所以从第五节到第八节 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一段圣经的重中之重 的重点 彼得他提出八种信仰的美德 要我们好好去追求 第一个呢 他说要有信心 要有信心 这个信心就像昨天我们所说的 对基督徒来说 信心叫做信靠上帝的心 信靠耶稣基督的心 我们凡事都要好好来信靠他 我们相信上帝的旨意 我们了解耶稣基督的教导 我们就要相信他 照着他的教导去做 这个叫做信靠 把所有的重担交托在他的手中 他怎么带 我们就怎么走 他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做 这个叫做信号 要有信心 彼得说有了信心 还要加上德信 加上德行 这个德行 德信就是美好的生活榜样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除了嘴巴要说之外 我们身体也要活出 美好的信仰见证 那么我们所说出来的话 才会有力量 才会有影响力 同时 当我们有美好的一个生活榜样 我们所做的才能够荣耀上帝 为上帝做那美好的见证 彼得说 有了德行 还要加上知识 弟兄姐妹 这个地方所说的知识 不是上之天文 下之地理 不是科技方面的知识 乃是真知识 就是属灵的知识 就是上帝的真理 我们一定要认真 乐切来追求 因为这些是我们 世俗上所有知识的根基 意思就是说 我们若是没有对上帝的真理 有很认识的话 我们追求外在再多的知识 到最后 那个目标方向 不对 也是归于虚空 也是不蒙上帝的喜悦 不蒙上帝的祝福 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 对于圣经的真理 我们一定要用心来追求 积极来追求 彼得说 有了知识呢 还要加上节制 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越认识上帝的真理 我们好像知识越来越丰富 这个时候反而我们要节制 这边的节制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谦卑 我们要谦卑 我们不能够毫无节制的 把我们知道的 好像 大声说出来 当然我们要努力宣讲上帝的话语 但是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要有一颗节制的心 因为毕竟真理 我们认识得再清楚 但是 上帝的感动 其实 上帝的话语 是我们永远认识不完的 我们要节制 我们要谦卑 也要看别人怎么说 聆听别人怎么说 我们大家要一起 必须的互相分享 互相的接纳 互相的交流 那么我们所得到的知识 才会越来越真实 真理越变越明 而且使我们的生命 根基越来越加的稳固 除了要有知识之外 彼得说 还要节制 就是刚刚所说的节制 要有节制之外 彼得说 有了节制 还要加上忍耐 这个忍耐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好好忍耐 忍耐做什么 好好忍耐 把上帝的真理实践出来 因为我们在实践真理的时候 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用忍耐的心 来把真理实践出来 就像农夫 在种到的时候一样 他要忍耐的撒种 要流汗流泪的撒种 这个叫做忍耐 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用忍耐的心 把上帝的真理 一件一件把它具体实践出来 有了忍耐 彼得说还要前进 前进是什么意思 就是虔诚敬畏上帝的心 我们做一个基督徒 对上帝一定要敬畏 举头三尺有神明 这是我们常常说的 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 上帝不在我们的头上三尺 他就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要好好来敬畏他 我们要用虔诚的心来敬畏他 有了前进呢 彼得说还要有爱弟兄的心 就是教会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 教会彼此相爱目的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让我们一起来实践上帝的真理 大家在这个教会当中 一起来建造这个教会 彼此相爱 第二个就是要透过这样的彼此相爱 彼此建造 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有见证的教会 除了爱弟兄的心呢 彼得最后说还要再加上爱众人的心 意思就是说教会彼此相爱的目的 就是要教会一起来爱社区 爱这个local 爱这个当地人 让我们的爱能够来具体来落实出去 透过我们对社区的关怀 透过我们社区的事工 我们不是总是想要把人带进教会来 而是我们要如何出去到这个社区 把上帝的爱分享出去 其实今天彼得所写的 要有信心还要得行 有了得行还要知识 有了知识还要节制 有了节制还要忍耐 这个就好像爬楼梯一样 是一项一项渐进式的操练 就像我们读书一样 一年级读完要读二年级 二年级读完要读三年级 他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信仰 有一个非常 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 我们信仰有目标 有努力的目标 那么我们的信仰才会有根基 一步一步往前走 求上帝祝福我们 从今天的话语来得到帮助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 得到如此大的帮助 让我们面对这个世代 即便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捆绑 一些重担 但是我们要尽心竭力的 来把你所教导我们的信仰美德 一项一项 把它具体来操练出来 来活出来 好 让我们的生命 成为被上帝喜悦的生命 我们感谢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